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被三名原警压制在地 一旁汽机车呼啸而过好危险 父亲不断求情 说是要帮儿子叫车回家 但看看地板上全部都是水泊鱼 连警车都遭殃 怎么家还没回 就先把超商门口弄得一团乱 原警来到现场一看又是他 原来因为喝多了被送到派出所 警方联系到家人之后以为搞定了 没有想到又在旁边闹事 他刚原本被送来派出所 我们把他拖进去 然后他爸来了 把他带出来在这边睡觉 对 我想说就睡觉就没事就好了 他把这打过了 冲突发生在新北市三重 去年十月当天下午一点多 二十三岁的陈姓男子 疑似酒后说不出要去哪里 被人送到派出所来 原警好不容易找到家属的联络方式 也把爸爸通知到 但才离开派出所 到隔壁的超商休息 两个人居然起口角 酒醉的儿子一气之下 直接用脚把前方的玻璃桌往前揣 撞击到警车倒去玻璃垂碎 连风鸣器也毁损 是要被依妨害公务法办 遭判刑两个月有期徒刑 可一可罚击 三杯黄糖下肚 全新男子连爸爸都翻脸不认 当街大吵起来 也不管周遭都是人 但吵归吵何必拿警车 跟超商的桌子出气 这项不仅没判刑 还得花一笔钱 赔偿店家和警局 TVB新闻总罗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